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雅伦 贾直文 曾之桥 谢佳健 姚顺耀 林哲熙 涉士玲等一众明星一起集台北一个时尚活动 虽然飞铃海的成员已经各自发展多年 但严雅伦和汪东城的不和传闻都存足多年 最近成为反霸凌活动代言人的阿伦 就和KOL拍片回应孙文的孙言孙语 有人就说以前分不出严雅伦和汪东城的差别 激到阿伦但起反问你是不是盲了 其实阿伦并不是真生气 事后都有社交平台解释 但对于传媒加嫌加错的标题 就令阿伦不多开心 更有网民想做和事佬 叫阿伦和大东早日放下心结 不过阿伦就回复一句 缘分不强求 但最想不到的竟然是有人一口咬定 阿伦是暗戀大东但爱而不得 令阿伦相当无奈 亦回复自宇宙大爆炸以来从未发生的事 这件事更加成为内地社交平台的热手第一名 阿伦这日出席活动都少不了 要为这些是是非非作出回应 会觉得可惜 因为原意其实是幽默的 然后我的互动也是希望跟大家比较可爱 那特别在那样的影片去调出那样的一段 我觉得就有点失去他的美意 因为我是那种别人问我 我都不太会去回避的人 因为我觉得回答问题就是 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技巧也好 或是智慧也好去跟大家对答 那我觉得我已经很尽力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面对自己的过去跟缺点 也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现在还有贵的那种 一句话让你决定报道 很难 我现在可能一生气就会开头晕 所以就不要 年纪大 至于另一位飞轮海的成员 神奕鱼最近都是话题人物 转型做直播带货的她 因为被质疑卖货 而在直播时爆哭 令作为老婆的乔乔看到都觉得心痛 我有跟她说不要工作 就是她有点太拼了 我觉得 对她是那种很辛苦 然后有时候自己都会 没有注意到要休息什么的 就跟她说 看得出来她是 我觉得比较像是累 然后感动 然后感谢都有 我就是有提醒她说 工作还是要量力而为 不要太勉强自己 不要太辛苦 可能有点太辛苦 所以有一些感情抒发 她那天下注过之后有跟你说说吗 没有太多 假正文主演的电影近日正式上映 看着宣传的她都说 觉得有点体力不知 虽然大女儿已经看过电影 但被问到女儿有没有 当自己是偶像的时候 她就叹气了 我很希望她视我为偶像 因为还好 我女儿对于我的工作 她也觉得好像蛮好的 可是她不会特别崇拜 因为这个年纪她要哭哭的 所以女儿有看过你的片吗 大女儿有啊 那天27号的时候她有进戏院 她就是 你知道现在青少女都话不多 但她就拍拍我抱抱我说 你好会演 福云爱的前夫江宏杰 最近一边做臭子公一边做事 但看她春风满面状态大好 相信都走出十分中年的阴影了 现在工作这么忙 小孩子会不会抱怨 比较少看到爸爸 抱怨 抱怨 因为姐姐已经开始上学了 所以我都尽量在她上学的时候 我就趕快出门工作 然后她下课的时候 我尽量就可以陪她在身边 所以让她在学校的时候 我就快点忙自己的事情 然后结束就可以回家这样 生日的时候就有传说 小爱可能会回来啊 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消息吗 消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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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目前都还没看过耳朵 都还没碰到面子 目前吗 是是是 那小孩会不会瞧这方面 要见妈妈之类 现在好像就比较 没有比较还好 对啊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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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